有進來嗎有進來嗎 看 看 看你妹耶看 OKOK他完全進來了兄弟們 給你們看一下技術模 好的 非常完美這個降落位置兄弟們 歡迎各位回來 小明明 冒險界 嗨兄弟們 嘿嘿 好久不見了唄 我相信你們也知道啊 這麼久沒有更新影片 是有原因的 除了是之前有一天我就出去買火鍋材料 然後買完以後我就很開心地回家吃了火鍋 吃了火鍋以後的當晚 我就突然發冷 發燒 然後就得了新冠了 同時在這段時間 我的家人也得了新冠 所以我們需要互相照顧一下 順便休養一下身體啊 這就是主要原因導致這麼久都沒有發片了 我相信你們也能理解吧 啊哦兄弟們 我前面兩隻沙齒龍在自殺貓欸 兄弟們給你們來個小回顧啊 我們上一集呢就做了一隻二代的沙齒龍出來 然後同時呢我們也收集了一點的神器 不過關於收集了哪些神器呢 我自己也是要再看一下啊 啊 我只收集了三個神器嗎 好吧 那我們直接出發去收集神器啊兄弟們 等一下 我穿一條褲子啊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上一期我們是打算去那個雪山洞穴裡面 收集神器對不對 那現在就出發去看一下 沒有記錯的話 那個洞穴應該是這個瀑布下面啊 就在這邊降落吧 理論上這裡應該不會有怪吧 我出來的時候你應該不會咬掉吧 我們先留意一下這邊的環境 非常的優美 什麼毛都沒有看見啊 可以 這次出來有點著急 我都忘記我身上帶了什麼東西 一把槍 一把十字弩 我先忘記帶A鏡了 我們弄一個A鏡吧 搞定 出發兄弟們 這裡感覺又是一個非常大的洞穴喔 有沒有看到 不過在這邊裝雪山服是不是不太合適啊 啊 順便把我們的小寶貝給丟出來 看一下這移速 太牛了 真的是不是開玩笑了各位 喔 這裡有個地下洞穴欸兄弟 我先看一下啊 能看見什麼東西 嚇死我 這什麼鬼啊 爪伏啊 我們這隻昆卡烈龍的攻擊力好像有點弱 200多隻打了一定的傷害 哇 靠 可以直接跳下去嗎 應該不會死吧 兄弟們 足足一年時間 我花了一年時間 把我自己心中最喜歡的衣服弄了出來 Dominator 人生旅途系列 世界衣服都是由不同的油畫主題來組成 幸福 抉擇 無味 希望 而他們也同時反映著我們人生 必定會經歷的四個階段 我不敢說它是最牛逼的衣服 但是我可以跟你們保證 這件衣服的質量真的是非常的牛逼 獨立的布料調色 加上oversize的設計 穿上身真的是又帥又高級 而且我真的非常希望你們買到以後 可以拿去對比一下外面幾百塊 甚至上千元的潮牌 看一下我這件百元價格的衣服 香不香 當然一件好衣服 我自己最想帶給你們的 還是這個油畫當中的含義 真正的價值 永遠是你在這件衣服上面 學到了什麼人生的意義 好啦不說了 想要了解更多的話 你可以在Facebook或者IG那邊私訊我 那如果是國內的觀眾的話呢 你們也可以直接上我的淘寶那邊 來找我購買喔 阿對 淘寶裡面只有我一個人在運行啊 所以那個客服就是我自己 嘿嘿 好啦 那麼我們繼續我們今天的小弟弟冒險界 See 為什麼我能感覺到這個洞穴不是太安全啊 看一下 這是什麼來的 追尋者 好像很久都沒有見過這些東西 然後呢 發光蟲 還有沒有 目前還沒有什麼有威脅的東西喔 這裡應該是蜘蛛洞穴了 我們走深一點看一下吧 前面有一隻忌變迅猛龍 然後忌變古馬路 呃 忌變牛龍 欸 這裡全是忌變的東西嗎 我感覺阿 那個神器應該要兜兜轉轉 兜去一些小洞洞裡面才能找到 欸 找到了 那個是神器嗎 呃 兄弟們兄弟們 等一下等一下 全家來了 全家來了 來來來先放個屁 先放個屁 來我的屁裡面打架吧 這就是戰術你們懂不懂 這兩隻發光蟲可以直接帶回家嗎 當電燈可以嗎 欸 等一下 我還以為誰在面面可以嗎 這個神器拿走 結果還是有一些傻智會來阻擾我的啊 來 我們拿到了 強壯神器 NICE 感覺你們這些怪應該是有些是卡包的吧 你看都不理我的吧 哈囉 OK 他是理我 啊 啊 啊 不要 不要打我 看起來不是卡包 只是我們的昆卡列龍在他們面前 比較有威脅力啊 但是我就沒有威脅力了 我就下去了 就完蛋了 再表演一次給你們看一下 哈囉 OK 上門了 呵呵 我們直接在這個位置放個屁給他們吧 啊 把他們引進我的屁中 然後咧 我們就可以大搖大擺的過來拿東西了 是不是 這就是戰略的兄弟們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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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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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各位 我剛剛研究了一下啊 我們接下來有三個神器分辨在這個地圖的右邊啊 其中一個就是在火山地帶這邊 另外一個呢 在平原洞穴這裡 還有一個呢 就是在沙漠地區那邊 那我看一下今天還能收集幾個啊 啊 不過比較難搞的就是啊 我現在身上只是那幾粒面具 跟這個幾粒手套 到時候不懂抗心夠不夠欸 嗯 嗯 出發了再說吧 OK應該就前面這裡了 先找個位置停一下 這裡應該是沒問題了吧 欸 前面那個是什麼來的啊各位 你們有沒有看到 有個洞洞欸 蛤 毒溪 原來毒溪就直接蹲在下面的吧 蛤 那如果我下恐龍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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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死人了 喔這就是路口吧 哇黑到這樣 喔 這東西應該不會有飛龍吧 如果有飛龍的話 我們就很難搞了喔 沒事啊 先走走看先走走看 反正往上走應該就沒錯了啊 嗯 目前還說的我前面一隻怪都沒有欸 難不在那邊刷新怪欸 這邊有個寶箱啊 先開吧先開吧 看一下裡面有什麼東西 一個毛皮帽 可以 這樣子剛好一套啦 OK 啊神奇欸 這個洞穴真的是一隻怪都沒有喔 快上班了喂 過完年了喂 笑死了 竟然有這麼安靜喔 哇你看 還剩你找到了神器喔 呵呵 那我怎麼隔絡呢 免疫三箭 倒手 nice 阿那既然都沒有怪 我們就在裡面 圍首又圍吧兄弟們阿 嗚 wrestle 嗚呼呼 歐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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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1.2 1.2 1.2 打死他們 我要給他們活了今天 哇誰在裡面吃我 那是什麼東西啊 那是什麼東西啊 跑路 快點 跑路了跑路了不打了不打了 我錯了幹 我錯了 你們兩個是用BX嗎 還追什麼 我也不要 我就想問一下 跟我比速度這裡 有誰比得過我 都沒有 真的 OKOKOK 安全了 OKOK 不安全了 不安全了 我剛剛本來想說 安全了 回去拿一下東西 他又起來 世界 好了好了好了 這次真的安全了 趕緊趕緊把身上的東西都拿走 不然就白收集了 剛剛那兩隻東西是什麼來的 各位 感覺好像有點眼熟 感覺好像沒見過 在這邊停一下吧 有沒有看到 剛剛打我們那兩隻 就是這兩隻 異形的喜略龍王 我真不懂他們會在這個區域出現 有沒有看到 把他們引上來 把他們引上來 哇 打到七滴血而已 趕緊跑 打七滴血而已 那又怎麼殺的 我們還是乖乖的回去 這邊有超級多隻喜略龍王 那邊還有兩隻 應該 好了好了 趕緊走了 完蛋了 完蛋了 我沒有想到這邊 竟然不是平原地帶 是沼澤地帶 最害怕就是那些水質 你們明白嗎 遇到水質真的是完蛋了 沒錯了 這應該是洞穴路口了 靠 哇這洞穴這麼多爪伏喔 我們現在能走的路線呢 就直接飛過去 哇你們看這裡面的建築 超級漂亮的耶 偷偷來這邊 把這個床口先給拿掉吧 裡面有什麼樣的東西沒有 又是傳說級的毛皮帽 這個初步手到我就不要了 算了 不過比較麻煩的是 這個洞穴裡面還蠻小的耶 我們要找到洞穴會很難喔 哇 帥喔這邊 我估計那個神器應該圓著這個橋走 那邊應該就是神器的地方啦 可不可以喔 我對這個東西很滿意喔 做的有模有樣喔 像那種地下遺跡喔 有沒有感覺我們好像來盜墓一樣 嘿嘿 欸 找到了 OK 哇你們看一下下面 整個氛圍超級廣的耶 來吧趕緊拿走 我 狡詐神器 到手 nice 我在附近這邊順便看一下有沒有藏寶箱吧 如果沒有的話我們就直接出去了 OK感覺沒有啊 這裡應該只有怪啦 跑了吧 兄弟們 給你們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我後面 整張怪跑都上來喔 你們傻子 慢慢在那邊跑吧 OK搞定 剛剛進去我們的昆卡獵龍賣扣了超多一半血啊 裡面這個洞穴還滿兇猛的那些怪 如果是前期下來的話 果祭比較難搞啊 好啦今天最後一個地點了喔 我們把沙漠那個神器給收集起來 就可以收工啦 剩餘的事故我們就下一集來收集吧 接下來沙漠那個洞穴呢 就在我現在這個方向直走就到了 OK沙漠這裡如果有小夥伴不知道在哪邊的話呢 你們可以大概來到這個海邊的附近 然後前面這邊會有一個小河流啊 跟著這個河流走應該就能看到洞穴入口啦 沒有猜錯的話應該在水流這個位置啊 這邊的怪還是有的 不過通常都是巨蟎跟螳螂而已 沒有什麼特別啊 前面過不去了 走過去看一下是不是在這裡 OK趕緊把神器拿了 出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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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緊趕緊快點 怪都來了 喔唷 剛好這邊有個寶藏啊 可是我現在上來的話 感覺有點危險 不要緊 快點快點快點 看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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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便啦都是不懂什麼來的 有個類似龜殼的東西拿著再說 跑 哇 跑到這一塊啊 現在應該圓的這條路就可以走出去了 我感覺 nice 收工 我感覺我今天已經用了最短的時間 收集的這四個神器啊 挺滿足的啦 可以回家了 哇靠兄弟們啊 這潛水區域 竟然會潛伏這一隻 118基的巨齒砂在這邊喔 如果在這邊游著游著 應該會被牠吃掉吧 打打開咪 你咬不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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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理想一想喔 如果正常一隻小動物這樣子游過 可以給牠吃了是不是 OKOKOK 死了死了死了 我就巨齒砂牙齒 沒有什麼特別啊 好吧我們繼續回家吧 欸 小丹子啦 WTF 下面這隻什麼鬼來的喔 這不是暴虐霸王龍嗎 你們知道為什麼我這麼驚訝嗎 因為我之前把這個模組加了以後啊 我一直以來都沒有找到這隻恐龍 我之前很想要馴服牠的 但是找來找去都找不到 直到今天是我第一次看見這隻暴虐霸王龍啊 你們可以看到這暴虐霸王龍的話 是可以馴服的 藍奴賴牠血量差不多有14萬啊 WOW 暴虐霸王龍的話也差不多有64萬啊 我身上的話 目前只剩下三隻麻醉劍 哈哈 OK沒有關係啊 我們試一下射牠一劍 看一下這個普通麻醉劍有多少暴虐霸 衝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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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 這軒衝都是完全沒有進展的啊 先記一下牠著標吧 大概在地圖這個方向 那行趕緊回家拿一點工具 看一下我們剩下多少強效麻醉標吧 我記得我當初還剩下不到一組喔 不懂夠不夠呢 這裡的話大概有70隻強效麻醉標 順便拿點生物毒素出來 這裡拿一點金屬錠 應該還能再製造一點強效麻醉標啊 但說真的我還不確定 是不是用這個方式馴服牠 因為從來沒有遇過啊 我突然有個想法兄弟們 不如我們試一下弄一個困獸房 然後呢把我們的冰激龍帶過去 看一下能不能直接把牠射暈啊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最省麻醉標的方法啦 困獸房的話我們看一下有沒有存貨吧 只剩下兩組啊 那應該不夠 要再弄一點啊 我們弄多兩個門框出來差不多吧 然後帶上我們的冰激龍 啊這次以萬萬一我會死掉啊 我們就直接騎風神一龍出去 好像比較好一點啊 嘿嘿 來啦兄弟們我看見牠了 我們得把牠拉為這個 比較沒有什麼障礙屋的沙灘 這樣子才好馴服啊 啊 太久沒有馴農了 不要太緊張啊 來來我們直接在這邊放一下 差不多拿一個安全距離隔開一點就好 啊就這樣 來帶上我們的工具 準備開戰啊兄弟們 嘿嘿 太久沒有抓龍了喂 哎呦一抓就要來抓大隻的 就是你了沒錯 把牠引過來把牠引過來 還好啊我們有中華大眼翼龍 這可以幫到我們非常非常多啊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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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牠慢慢拿進來 把牠慢慢拿進來 那些傻子傻子 嘴巴張大大 以為能吃到我嗎 進來 給我進來啊 等一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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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殺掉我的中華大眼翼龍 我今天就要跟你拼啊 連屍體都給我吃得乾乾淨淨啊 去死吧你 有進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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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看你妹耶看 OKOK他完全進來了兄弟們 給你們看一下技術活 好的非常完美這個降落位置 兄弟們 我就真不信我今天 你馴服不到這個傻 你給我把那個招牌給拿上去好不好 你不要一直殺我啊 兄弟們我懂了 我這次呢 要直接用我的命來關這個門啊 來啦兄弟們 給你們看一下 可以嗎 可以關到嗎 可以關到嗎 Fuck 有種你進來裡面咬我 你的大 我告訴你們啊兄弟們 他現在呢 已經給我引過來這個位置了 只要我們 衝過去 把這個門一關 沒錯 就是這樣子 雖然我死了 但是 他已經被我困在裡面了 過程是非常的艱辛啊兄弟們 但是這一切都值得的 來了 我們直接飛上去 停在這個位置 沒錯 把我的包 我的包好像不是這個包 我的包是前面那個包 Fuck 我死了這麼多次 我都不懂拿一個是我的包 啊 你給人變成這樣 兄弟們 我懷疑啊 在他腳下的那個包 才是我的包 我現在想著 到底要怎麼樣去拿那個包 真的 直接衝可以嗎 試一下吧 哈囉粉神一樓 我又回來了 來等我們來看一下 那個傻子的情況 嗯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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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我要跑了 以大家所見啊 他應該已經直接把我前面那個門 給拆了 所以呢 我們現在 終於可以進去拿包了 非常好 我終於把我自己的包拿回來了 地上浪街包 全部都是沒東西的 我們這一集 沒有成功訓服暴獵龍 但是 我們成功把自己的包 給拿回來啊 兄弟們你們說是不是 好了 兄弟們 沒辦法了 這一集呢 我們就到這裡了 下一集我們再想一想辦法 怎麼樣 把這隻暴獵龍 給抓回來啊 有什麼好提議 在留言區告訴我 OK 那麼這一集的小暴獵劇呢 就到這裡了 我們下一集再見吧 SEE 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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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